哈喽大家好 又是我 你们的幼稚园老师 钟吕树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当好幼稚园老师 我希望我可以 大家也要乖乖听话 OK 那几天没更新了 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的近况 首先呢 我蛮幸运的 就是最近有几个合作的工作机会 那我非常的开心 希望可以大展身手 希望可以不要让别人 大家 我自己失望 对不起社会大众 没有啦 不能唱衰自己搞什么 OK OKOK 那再来就是呢 我之前有收到几个 业配合作的 那个 通知 通知 邀约 我收到几个业配合作的邀约 然后 其实我之前有发一些那个短片 或是限动 大家应该都有看到 那其实都是我的练习啦 有些人会 很 替我很开心说 哇 你有业配咯 好替你开心哦 其实 我要很诚实的告诉你们 那些都不是业配 全部都没收钱的 好 那些真的就是 我 有在用的东西 或真心 就是我的生活记录 这样子 不是业配哦 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业配 然后还是要重申一次 我不是经济公司 所创造出来的人设 我也没有给自己一个人设 所以之后可能会做出很多脱续的事情 希望大家不要对我 失望 失望就算了啦 好不好 失望就算了啦 YouTuber那么多 转台就好了 转台就好了 好不好 有原则来 没有就 就算了 好啦好啦 那 这个业配机会 我当然是很开心啦 嗯 我也学着自己 保家什么的 虽然我有经纪人 但我经纪人 很忙 很忙 他很忙 所以呢 我也试着自己去处理 然后沟通 不过 我有一个心得 就是 嗯 有一些业配 当然不是我本身在用的产品嘛 那他们可能给的时间也蛮短 你就试用 那要不然你就接 然后签合约 那你就要做嘛 嗯 不然你试用完觉得不好 再退回去 好像 这样这样子就感觉很难合作 毕竟我又不是很红 哈哈哈哈 对吧 然后再来就是发生一件事是有一位老板能想要请我业配他们家的产品 那我当然是非常的感激他看中我 也看中我的潜力 不过到最后他却对我本来在试的一些短视频有所意见 觉得我不应该走这样的路线 那当下其实我坦白讲我是有点反感的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最大的礼物就是彼此分享 善意的分享 我也是因为这样的初衷所以才做YouTube 那没有什么远大的野心 然后我不喜欢 嗯 别人限制我 就我的频道以后可能真的会变成怪力乱神 或者是 谁知道呢 也许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当然做浴室改装跟一些DIY修理东西 是我原本生活中本来就有东西 所以我刚开始的想法真的只是想试看看 就是学剪接嘛 毕竟之前的工资都倒了 都解散啦 我本来就是想要自己学一下剪接软体 然后分享一下我本来生活上就有在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才创立这个频道的 并没有什么很远大的目标 但业配找上门啊 或者是有一些新闻的转发啊 我其实是感到自己 我其实是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啊 只是如果想到 未来我的客户 就是业配他们一定会是我的客户嘛 可以去左右我频道的方向 或是我的人设应该走怎么样的方向 才算是成功 我非常的反感 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被限制 我不想被设定为我就是什么样标签的东西的人 的种族种类 我不想被限制为 反正我做改装好像很多点阅率嘛 照做就好啦 我不想 我就是不想 或者是 你这个东西跟这个产品有机会合作啊 好那你就介绍一下嘛 我只要试着去预想会有这样的未来 我就感到非常的担忧 这就意味着 我如果想要经营好自己的频道 想要用作用来赚钱的话 这就是势必会发生的事情 我不想走上这条路 我知道光靠YouTube的会员啊 或是广告收入 其实是非常没办法支撑生活的 不过没关系 我希望呢 有一天会有一种方式是 为我 为支持我的铁粉 或是粉丝着想的 而不是总是遵循的这个业配的方式来做 那 我希望我呈现的就是真实的 我自己喜欢用的东西 我自己真实的想法 这样子 我觉得这次业配啊 给我的心得就是 在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 你如何去回应这个发生在你人生里面的事件 等于像一个召唤一样 你怎么去回应它 我一刚开始当然是非常高兴 想要直接答应 因为我觉得好像 你当YouTuber这就是必经的路嘛 后来当然这个老板呢 是因为他比较不满 我最近所发的一些短影片 就拒绝了这个合作 反正让我反思了很多 我觉得我是应付获得福 让我去想 我是真正想要做这件事情吗 那我做到最后的结尾会不会我就无法妥生 我会被卡在不得不做业配 然后我的影片脚本等等要依照着业配的方向去走的这个循环里 那我说真的我不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很傻吧 没错我就蠢 我就是靠蠢活到今天 才那么肥 我就是废宅系Youtuber 管他的 有吃有睡就好 好不好 其实算了啦 算了啦 对我而言 要成为谁 才是重点 我是不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 那种东西 那种管他什么啦 那我心里面所想要朝向的那个方向 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才是我真正的归属之地 才是我的天堂 我还是一样那句老话 我觉得重点不是说 我接了多少业配赚了多少钱 而是我做的这些东西 能不能带我带大家 带喜爱我的人 一起去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未来 那我想要的那个未来是 当我成长的时候 我的粉丝也跟着我一起成长 当我赚钱的时候 大家也跟着我一起 享受这个福分 我不能保证你们赚钱 这样听起来好像诈骗 享受这个福分 那我希望成为一个充粉大王 好了这就是我的目标 那关于业配 我没有办法什么大言不惭 说啊我打死不见业配 不可能啦 但是我真的会好好地去思考 并且神圣地选择 这些东西是不是我心之所向 然后再推荐给大家 那在那之前呢 我就先pass 先pass哦 让我有足够的自由做自己 让大家能够自由自在的 听我说话 而不是听我广告 当然如果你们想听也是可以告诉我啦 我可以免费广告一些我在用的东西 好啦时间太长太长 拜拜 拜拜